七例境外移入的个案经过疫调后 我们要改判做本土案例 台北以及桃源市防疫旅馆群聚案 经过疫调后共有七人改列为本土个案 目前台北的防疫旅馆群聚共两人确诊 分别为柬埔寨入境改列本土病例的案16859 以及美国入境的案16870 两人的Delta病毒基因序列在柬埔寨并没有验出 而桃源防疫旅馆共八人染疫 五楼的案16872 研判是在境外感染过的富阳个案与群聚无关 而八楼的案16862 及六楼的六个案例为同一起群聚 研判六楼的案16768为感染源 其余六人则改列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也分析桃源防疫旅馆发生感染的可能原因 收取垃圾的时候 戴着手套 所以对于这个所谓收的人相对安全 那垃圾一般他都有在包包裹过 不过也说也不排除 就是说有一些 在感染的物质有一些在泄露在旁边 然后摸到了以后 那可能又摸到了门把摸到了什么地方 送便当的时候的人进来的时候可能又摸到同样的地方 然后再把这东西的手又可能是拿着相关的物品 那就是放在门口 那透过这些物品就把病毒带到房间里面去 虽然研判桃源这家旅馆是环境感染 不过指挥中心也没有排除病毒透过空调 浴室抽风机等管道传播 只是强调透过空气传播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指挥中心也公布过去一周个案的病毒基因定序结果 我们先前已经先公布过有四例的Omicron 那今天并没有再新增新的Omicron 那Delta的部分我们总共这个礼拜 是验出21例 那这20例当中有14例是已经列境外移入 另外有7例就是原本是算境外移入 但是今天改列为本土Delta的这个病例 而周五台湾另外有新增了15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没有新增其他本土个案 也没有死亡个案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